今天要去哪? 去 去 HAPPY HAPPY NAN YO今天第一站來到的是曼谷的水門市場 我們今天的第一攤是來吃海南雞飯 這間海南雞飯在熱門時段可是大排長龍 那我們剛好是工作完 冷門時段來吃所以不用等 我點的是雙拼海南雞飯 一份只要50塊還附一碗湯 我覺得這個飯還蠻好吃的 如果把肉沾些醬汁還蠻香的喔 如果這個當正餐吃的話我覺得我可以吃兩碗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串燒沙爹大家也都會點 有雞肉跟豬肉 10串只要60元超便宜的點下去就對了不用懷疑 吃飽喝足之後就是兩位姑娘的血拼時間阿 那在水門市場旁邊有個叫做 Party Night 就是小鹿一開始說的Party Night 裡面呢都是賣衣服阿包包阿飾品 有點像是百貨版的五分譜 這裡根本就是女生的天堂阿 解冰開始 像我只要去走Shopping行程的時候 我就會坐電梯直接到最上面 從上面這樣逛下來 MG案就不會說你從一樓在二樓買的東西 然後這樣逛上去 你要提起二樓買 你從三樓買的這樣逛上去 很累 直接從下面再逛下 你是逛街系的是不是 對 這裡有超多店 大概有上百家吧 大家可以慢慢挖 會挖到不錯價錢又便宜的衣服喔 但其實你們也要仔細看 因為有一些我覺得賣得比台灣還要貴 然後這邊也有很多盜版的東西 這裡有我最愛的App 但都是一堆盜版 這樣不可以喔 姑娘們終於逛完街啦 大包小包的 那因為我們太晚來店家要打烊了 不然他們還會繼續逛喔 逛個八年他們應該都沒問題阿 那完畢之後呢 就換我的血拼時間阿 我們從剛剛的百貨走出來 準備去曼谷另外一間知名的百貨 Sentry Wall 這一區有超多的大百貨 很像台北的信義區 很有規劃也很美 那我來Sentry Wall主要是買一個東西就是香包 這個是我每次來泰國都會必買的東西 我會特地搭捷運來這邊買這個東西 因為我都會買香包然後放在車上阿或者是包包裡 我覺得他的香味非常的舒服 他有很多味道可以挑選 這次我還有買這個身體乳液 這次我這一次來才買的超香 回去用之後覺得大推 他感覺聞起來有點像綠茶的香味 哇一買就買三千多啦 但我覺得很值得啦 來泰國我覺得必買這個 Sentry Wall這邊也有一些不錯的餐廳阿 我覺得可以在這邊逛上一個下午 或者是一整天都沒問題 但我們沒有要在這邊吃飯 因為我們要跟同事去吃韓國烤肉 你們一定想說來泰國吃什麼韓國烤肉 那是因為我們來泰國已經十幾天了 早就吃膩泰國的食物 而且這間韓國烤肉是韓國同事大推的 吃到飽的價錢一個人才三百多塊 超扯超便宜 而且東西很多 肉的種類非常豐富 喝起來喝起來 吃飽完之後呢 兩位姑娘就在便利商店 大肆的採購 燕窩 還有Q10 人家在外面乾啤酒 我們是乾Q10阿 喝完之後就回家洗洗睡啦 喜歡這則影片的朋友 還請幫忙點個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喔